也有外界评论说 吴淑珍这么做是要玉石俱焚 赖议员你怎么看 你怎么来看 吴淑珍这次他这样一个动作 到底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吴淑珍或陈水扁 他们每做一个动作 或者是每说一句话 绝对都有他的政治目的 跟他法律的目的 跟你的目的 他无非 为什么他会提出陈报状 应该是搭配这个陈志宗 黄瑞靖他们认罪协商 因为我们一直看到 陈志宗他只是在协商 而没有认罪 他只是说 他有这样洗钱的动作 但是对于说洗钱的来源 这些到底是哪些的不法所得 他一直迟迟没有交代很清楚 因此社会大众 对于陈志宗他的一个认罪协商 我们是不能够接受的 所以吴淑珍 他才必须在出了第一份陈报状 接下来又第二份的陈报状 他无非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来救陈志宗 希望他们不要被羁押 希望他们可以达成认罪协商 这是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告诉这些企业家 这些钱是我的 你们不要黑吃黑 小心不要黑吃黑 第一次先做警告 这是第二个目的 第三个目的 他可能主要就是说 要跟企业姐讲说 你们请闭嘴 我知道你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你小心 你不要乱讲话 多讲话 我拿到你们的钱 就完全就是属于正式现金 所以他的意涵很清楚 就是要这些企业界请你们闭嘴 第四个目的就是 钥匙搭一起死 把他们怎样 一干人等 都把他托人下海 这样的一个特殊赚数 第五点 我觉得也是最重要 关键的一点 我认为应该就是在 他的诉讼策略 他诉讼策略是什么呢 无非就是要转移焦点 拖延整个的诉讼 整个陈水扁 他们的一个诉讼策略 因为他不敢去面对实体上的审理 一般都是在程序上的杯葛 在外面放话 以前陈水扁 老是动员一些政治上的群众 来声援说什么 这个就是属于压人取贡 政治迫害等等 结果他觉得 这一招是没用的 因此他开始去咬出一些企业界 要企业界一起来做陪葬 所以我觉得他整个的重点 因为他提出了 20个企业界的名单 那特殊组 是不是要一一的再去问 再去查 那这样子是不是会更冗长 整个的一个诉讼程序 我觉得他们是有意 故意要拖延整个的诉讼 也整个转移他们家 涉及我们目前所看到 四大弊案 目前正在进行诉讼审理 这样的一个伎俩 如果像赖语言刚才分析的 吴树珍之所以这么做 他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让企业家闭嘴的话 那么现在看起来 好像他的这个目的达到了 因为现在的确是 被点名的很多企业家 在面对台湾媒体的话筒的时候 都是闭口不言 好像是生怕会被 卷入到扁家的闭案 这个风暴当中去一样 那么江教授您觉得 这些企业家 为什么会闭口不言 他们害怕什么呢 其实对台湾的企业家来说 这份名单是完全是真的 还是假的 我认为真真假假的成分很大 而且我认为这份名单 不是真正 吴树珍的私房名单 真正扁家的金主 在这份名单当中 没有曝光 这个毋庸置疑 那大家就要问 那这份名单竟然被公布的 为什么这些企业家 除了张忠谋 除了郭台铭 除了徐旭东 好像多数的企业家 都进口不语 为什么 如果根据台湾的法律来说 这明显就不是政治现金 因为2004年3月31日 台湾通过了政治现金法 所有的选举经费 如果要称为政治现金的话 一定是当事人有选举 或者是政党有选举 那么陈瑞宾 从2004年的3月20号之后 就没有选举了 如果根据台湾的 这个政治现金法的法令是 领导人选举在前一年 可以捐款捐一年 如果是立法部门的选举 大概是三个月到半年之久 但问题是 陈瑞宾之后都没有任何选举 所以钱到他们家了 根本就不能算是政治现金 因此政治现金这个事情 跟法律是不相容的 是被排斥的 所以政治现金这个托词 如果有扁加自己讲 完全不成立 好了 问题是现在 吴树珍跟陈瑞宾 把政治现金这四个字 要塞到这些企业家嘴巴里面去 让他们说这是政治现金 如果不是政治现金 那你为什么要给我们钱呢 难道是企业汇款吗 所以这些企业家 面临两难的困境 如果说是政治现金 与法不合 因为明明 陈瑞宾家族没有任何选举 你拿钱给他 不算政治现金 那如果不是政治现金 那企业家如果自言其说呢 多数人选择沉默的原因 是因为在法律 和政治的敏感 这两个极端当中摆荡 产生了困扰跟困境 最好的方式就是选择沉默 希望能够度过这个政治的海啸期 那如果像江教授 您刚才分析的 目前列在这份曝光的 这个金主名单上 所有的名字 其实并不是陈瑞宾家 真正的金主的话 那么吴书珍 为什么会挑这些企业家 来进行曝光呢 造成好像是 这些人是他们家的金主一样 为什么要给别人 这样一个错觉呢 因为他希望说 能够有一些政治力的 一个协商的空间 因为刚刚江老师刚讲到 有一些是就台湾的企业来讲 他有些的属性 是比较属于偏蓝的 比如说他刚刚讲到 张忠模啦 郭台铭啦 甚至于王永庆等等 这些感觉起来是属于 比较倾向在蓝的支持者 但是他不把真正的 经常进出官邸的 企业界的名单抖出来 却把这些人可能是原本 就是在选举期间 要捐赠给民进党的 这样的一个企业组的名单曝光 他无非知道 他在司法的这条路上 他大概打不赢 所以他就要 拉一些企业界的人士 进来来做 尤其是蓝营的企业界人士 进来垫底 除了这个以外 我想因为你刚刚所说的 这些名单当中 倾向蓝营的比较多 所以如果一旦曝光之后 你会发现说 他捐个陈瑞扁 如果是一的话 捐给国民党阵营的 是二到三 其实他们家这是接力赛 当吴淑貞交出第一棒 公布这份名单当中 有蓝有绿 但是蓝营的呢 有捐给我吴淑貞 可是捐给国民党的更多 那第二棒就交给陈瑞扁 陈瑞扁呢 就透过更大的声明说 那为什么捐给国民党 更多的特征主不办 为什么捐给国民党的 就是政治现金 那捐给陈瑞扁 跟捐给民进党的 就叫做对价关系 其实陈瑞扁打的如意乱算盘 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把国民党跟蓝营 一起拖下水 造成历史光业 所以看起来好像 是奇高一招 因为这个扁家的 这一个策略 好像是一棒二鸟 既打了这个偏蓝的企业家 又打了国民党 但同时我们看到 民进党也有反弹 因为这一棒子 好像也打到他们了 比如很多立委 他就非常气愤地说 陈瑞扁家太不道德了 因为这样以后的话 还有谁会捐钱给民进党呢 对于民进党的 这样一个反应 江教授你有什么样的评价 今年年底要选县市长了 吴淑貞这个时候 为了救他们一家子 不惜牺牲民进党全体的利益 民进党的人 真的不能原谅吴淑貞 那一旦曝光之后 将来企业家谁敢捐款 一捐动则得救 虽然现在台湾的蓝绿对决的 气氛比较减缓 但是仍然还是存在 所以目前看起来 其实民进党的委员 都会去批评吴淑貞 非常不道德 因为你为了救你自己 你等于是牺牲了同志 拯救自己 那除了这个以外 当然对民进党许多 将来有志从政党来说 原来许多人是 包括国民党倾向支持的 这些企业家 捐给我们属于 我们民进党的钱 中了侵占民进党党产 你竟然没有道歉 仍然要透过这一种 其他的污贼策略 要来混淆视听 所以于公于私 对于自己的从政前途来说 这些民进党的许多议员 或者是在年底要参选 在县市首长的人 这时候心里面 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跳得不得了 急得不得了 气得不得了 所以大家都说 现在吴淑貞他们家 展开这种大反坡 要拖人下水 那么他想反击 就一定击得中吗 他想拖谁下水 就一定拖得下来吗 江教授你怎么来看呢 有时候这种法律 是事实证据 必须要加以廉洁的 吴淑貞想要拖 大部分的企业家下水 或者拖证人下水 或者拖污点证人下水 基本上吴淑貞的策略 不一定能够如愿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吴淑貞的先生就是陈水扁 现在已经不是领导人 领导人在那个位置上 根据韩非的说法 有法 术 士 你有那个行政权力 党政 军特都在手上 非常好用 但是现在呢 你已经不在位置上了 这些所有的行政资源 跟所有的特权 所有的权力都不能使用的 所以等于是老虎 被关在笼子后面 这第一个 在政治上的优势不见 第二个是这些企业家 基本上也不是省油的灯 所以这些企业家 如果自认问心无愧的话 像张忠萌 或者徐玉东 马上出来开记者会 马上发表书门声明 说我捐给民进党 从来没有捐给吴淑珍 所以很明显的 企业家这样的表白 就等于是反倒打了 吴淑珍一把 第三个是 除非吴淑珍有具体的证据 证明这些企业家 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捐了多少钱 如果吴淑珍呢 不能够拿出具体的证据 而只是说 这些企业要捐钱给我 通常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 企业家要拿钱到吴淑珍的家 就是所谓的官邸 都是现金 现金没有记号 那如果政府这些钱是谁捐的 如果这些钱用的是支票 那支票有日期 很明显 那上面有抬头 是写给民进党 那就更好辨认 证明吴淑珍家族 是贪腐 是侵占的 所以对吴淑珍来说 这个时候 其实只是能拖多久 算多久 特征主已经做了具体的说明 他说在三月底之前 四大弊端 至少要做一个初步的了结 所以对吴淑珍来讲 他就算要耍赖 老鼠就算要耍猫 但不要忘记 最后猫还是会抓到老鼠 好 今天谢谢江教授 谢谢赖议员 就这些话题 和我们分享你们的观点 谢谢 谢谢 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 今天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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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